我們經營醫學中心其實是希望做到一個全排全人的照顧 那就是從癌友一開始在確診之後 他會需要一些的精英檢測去確認最適合他的治療方式 那在那之後我們還會希望這個癌友在治療過程裡面 如果因為治療產生其他營養不良的狀況 也可以透過我們的這個微營的檢測 讓他在治療過程裡面的生活狀況是平平的更好 能夠承受更高強度的治療 那所以在我們這個整合的服務裡面 當然是透過癌症基因檢測的諮詢門診 作為一個我們一條網服務的出口 那因為現在這個整個檢測的方式其實很多 那不要說癌友很多人出來是對抗癌症基因檢測的 對抗癌症基因檢測的檢測是不清楚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癌症基因檢測的諮詢門診 就是希望提供一個窗口 讓癌友在離癌的時候 能夠進入我們專業的諮詢 知道他最適合自己檢測的方式 幫他找到一個道路 那當然其中也包括我們微營檢測的諮詢 過去癌症的檢測大概都是以組織為基礎 也就是說我們一定要做切片檢測 那個切片檢測的檢測才能夠用來做基因的檢測 但是有於越來越的癌友 因為在治療的過程拉得越長 他的互發跟轉移 會在我們沒有辦法再次去那檢測的地方 所以來說他們同樣發生腦部的轉移 或者說是多發性的轉移 在我們不容易切片取得的地方 所以在那樣的情況下 我們其實上非常的困難 最果癌友為了做一個基因檢測 就是開爐接受手術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利用他的體液 那可能是他的血液 或者是腦脊液 來幫助癌友進行基因檢測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於比較不侵入性 那癌友的接觸度也會比較高 那我們的想法是 其實全癌的癌友會不會有事 那特別是有一些有標法治療 相關癌 特別像肺癌 或者是大腸癌 膽管癌 等等這些 其實都適合 但基本上我們希望打造的就是一個 全來全年的這個治療資訊 基因檢測新利器 癌友營養罪在意 咨詢門診罪給力 今年的醫院在 滿多的 那的確現在的醫療是很進步 藥物也非常多 但是我們從來發現說很多癌症的病人 奇怪的人就有效 人就沒效 那他在哪裡 他在他的基因 因為每個人的基因不一樣 所以他癌症總的基因也不一樣 他對一些藥物的反應也不會一樣 所以我們在治療前 如果有辦法取得這些癌症的基因的表現 我們就可以為病人尋找最好的藥 最有效的藥物 所以這是目前 精神醫學為什麼這麼強調的地方 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可以客製化病人的治療 找到適合每個病人 他最有效的治療藥物 所以我把今天的主題會 跟他介紹 我們去找一些好的藥物 找到對的基因 對這個病人做最有效的治療 那第二個是 藥材是我們一些微營養素的增設 那很多癌症病人都說 我到底要吃什麼才比較好 我要補什麼才夠 那上次就買一大堆 外面很多這種保健食品 非常多 多到自己都看 都貴沙沙 那到底有沒有吃對有沒有補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跟我們的這個精神 這個醫學中心 讓我們也提供 有關相關的微營養素 及這個微量原素的一個政策 也可以為病人找到 當你缺了什麼 我們再補到對的東西 才不會讓我們這個金錢 也能夠掌握這個時間的治療 所以我想這一塊也重要 所以 我們基因理學中心 從去年10月成立到現在 就針對基因體的這個檢測 以及這個代謝體檢測 這兩個方向做很多的努力 那我們現在檢測項目非常多 所以我們 我們非常辛苦 開放很多這個檢測項目 那不是項目多 速度也快 所以待會我們這個 李部長會跟他提到 我們有多快 因為治療是要 很強時間的 你不能告訴我這個治療要等兩個月 國外症怎麼可以等兩個月再治療 不可能 所以 能夠這個掌握實效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待會 我們李部長會跟他介紹我們 我們的實驗室 如果在這麼短時間 整個團隊可以 整個實力可以上門 然後可以把這個檢測法縮短 那提供病人 最精準 最客製化 最有效的 這個 要的治療跟選擇 我覺得我們 實驗室一個宗旨 那時間很保管 科技導入醫療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特別擔用很好 但是 在奇美的我們都覺得 更困難的是 把科技導入醫療 它要再加上人性的關懷 這就是我們一路上 有了基因檢測 有了高階的基因檢測 有了文養檢測之後 我們要再把 咨詢門診做好的一個 最重要的原因 那我舉一個例子 那這是一個 這個案子 在2020年9月的時候 它先是有一個乳癌 那在奇美接受 切除之後 最終 那稍後在其他醫院 在2020年底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 非常細胞肺癌 那當時有一個 非常細胞肺癌 最常見的表皮 生反應是受體的突變 那也就是EG28的突變 所以它在那個時候 接受了第二代的標靶藥物 但這個第二代的標靶藥物 沒有辦法治療它太久 所以在過了一年半左右的時間 它再次讓我們看到 它已經 因為這個肺癌 產生了腦轉移 那這個腦轉移在過去 就是一個困難的事情 所以它不願意 打開它的大腦去 就取那個微量的檢體 因為大家都覺得 開腦非常的不舒服 那所以它寧可接受 全腦的放射線治療 但是這個接受 全腦的放射線治療 對大腦其實也是一個傷害 那再加上 它也沒有檢體 可以再度看 看有沒有其他的肌 基因的突變 所以 也就是這樣 它就持續忍受這個不舒服 那 在我們 在我們看到它的時候 它的狀況其實不好 身體狀況差 疲倦也沒有食慾 那所以我們就幫它 從這個病友的血液 跟他的腦肌隨意做了高敏感度的 微量腫瘤的液態切片檢測 也就是說 我們從這個液體裡面 血液或者腦肌裡面 就去做了基因檢測 那確實也成功地幫這個病友 找到了 使用第三代標靶藥的可能性 所以它現在在接受第三代標靶藥的治療 所以在過去 要從腦部轉移這樣的組織 這樣的狀況去取得檢體其實並不容易 而且大部分的癌友都會抗拒 那現在有了新的檢測選擇 也用著新的檢測選擇 幫別人找到新的治療的契機 那這樣治療的一個基礎是 其實 腫瘤細胞在這裡 那這些腫瘤細胞 它其實會不斷地分裂 也會不斷地裂解 其實從腫瘤細胞 跑出來的這些突變物質 像這紅色的突變 它也會跑到血液裡面去 那在過去的技術裡面 其實並不容易很有效地 檢測血液裡面 來自腫瘤的基因突變 但是現在的科技已經可以做得到 而且它變成我們 精準醫學中心核心實驗室的常態 那這樣的技術在過去 不容易取得有一些原因 第一個是這樣的病人 腦轉移 或者是在一些 不容易再次取得檢體的狀況 導致它這個檢體 是沒有辦法取得 沒有辦法做基因檢測 或者是有的病人 他接受了切片 但是裡面的腫瘤細胞 可能只有10顆20顆 這樣的腫瘤的百分比 是沒有辦法做基因檢測的 因為你檢測這個腫瘤組織 裡面腫瘤很少 等於都做到 都是正常細胞的這個基因突變 那再加上有的病友 他可能多處的腫瘤轉移 全身上下可能十幾個 我們也不會知道 要用哪一個組織 要去取哪個地方的組織 來進行基因檢測 所以這些狀況 在過去會造成治療困難 因為基因檢測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但在現在 我們有了這個液態腫瘤切片以後 那這樣液態腫瘤切片 可以從血液或者是腦機 隨意去進行腫瘤基因的分析 也就可以跟我們常態性的基因檢測 都在一起 所以我們現在 除了我們的一般 用組織做的腫瘤基因檢測 還有一些癌症用的伴随性診断 跟要害有關的基因之外 我們再多了液態腫瘤切片 其實是可以更有效的 幫這個病人找到一個治療的契機 這是一個互補的技術 那在這樣的技術裡面 我們大概是 在全國的醫學中心裡面 算是走在很前面的 所以我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已經成功了建立這樣的技術 那在過去這樣的技術呢 在大部分的 全國大部分的生計公司或醫院 不容易執行 那也就因此 也就因此有一些門檻 那會造成送到國外 有人說這個報告會太長 這個狀況發生 那剛剛我們舔手石有講的 病人的治療是不能等的 所以當一個報告他要等到快一個月的時候 那麼對病人來講其實是很suffer 那我們現在這個技術 單就這個液碳經驗來說 我們只需要癌症病患的量關血 那可以在10天之內 檢測它523個基因 所以對病人來說 在今天我們跟病人抽血 但是在下個禮拜 他就有機會可以看得到報告 這個是病人的一個福音 那其實對癌症的病人治療的過程裡面 治療是一回事 但是我們常常看到很多的病友 他的癌症可以控制 但是因為他營養不好 所以他整個狀況變得非常不好 最後是死在惡病之下的狀況 所以他營養真的很不好 因為在癌症的病友身上 是癌症跟正常的細胞 競爭營養的狀況 所以如果營養補充的不好 其實這個病友的狀況也不會太好 那其實不要說癌症的病友 在過去我們看到我們的正常人 其實每天我們吃了這麼多這麼正常的人 都會有營養素不足的狀況 例如說在我們過去的這些門診 跟這些健健的病友 應該說是癌健康的人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維生素 都是過多的 因為大家都有補充 所以現在講到B群 大家的概念都是我每天都有吃B群 我每天都有吃C 所以B群跟C很多都是過多的 但是講到C跟葉酸跟維生素A 其實很多養健康的像我們 可能都是不足的 那我們都會不足的 這些癌症的病友可能會更缺乏 那再加上癌症治療的過程裡面 這些都是化療藥的名稱 其中大概最有名的 像是第一個叫順薄 那順薄這個化療的藥物 它其實會增加腎臟排泄很多微氧 那會造成這個癌症的病友微氧的缺乏 所以癌症的病友 它其實在接觸化療過程裡面更需要去補充這些微氧 那這些微氧的補充呢 像是維生素E啦或等等的 其實他們在癌症化學治療之下 有對神經保護的作用 可以減少一些癌症治療相關的 這個手把腳把 或者周邊神經病變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 基因檢測跟微氧的檢測都是並有在治療裡面 相當必須的 那也就因為這些檢測的知識能感其實蠻高的 我們大概沒有辦法預期每一個臨床醫師都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為了要非常這樣整合式的一站式服務 我們就推了一個叫做癌症基因檢測的諮詢門診 我們希望在這個諮詢門診裡面 我們透過先確認過這個病友的資料 那幫他兩身訂造一個在現在對他還是有用的基因檢測的策略 那這個門診師可以電話預約 那背頭所需的資料到達門診的地點 那這個檢測的報告是當然可以讓病友攜帶回去的 那如果是別的醫院轉接過來的這個病友 我們也會把他的報告回言他的主治醫師 讓他做治療的參考 那所以總結就是 在我們的精準醫學中心 我們在實驗室的檢測上面其實有些檢測 包括我們率先引進了這個幼娘關血 在10天內做523個基因的這個基因檢測的平台 那在代謝體上呢 我們除了藥物跟一些亞健康的代謝體分析 做健檢之用之外呢 那對癌友來說 相當使用的是穩養的這個檢測 那為了整合這兩種不同的檢測 那提供一個全人的諮詢 所以我們設計了癌症基因檢測諮門診 那雖然說它是一個精檢的諮詢 我們也提供代謝體跟穩養的諮詢 那希望可以在這個門診裡面 讓癌友了解最適合他的檢測方式 跟希望這些檢測可以帶給他最詳細的諮詢 那以下所有分享 謝謝各位